本案为本局刑警大队布县发现本县西罗镇 着水溪工友和钻地 长期遭不法业者请到堆滞 土台长家禽类废弃物 现场环境脏乱恶臭扑鼻 令附近耕种的农民文之有苦不堪言 本局报请台湾云林地检署检察官谢文伟指挥侦办 经本局远警跟监收证多日 在本年113年4月9号执行第一波查器 当场查获蔡险火同 失业移工无险驾驶到货车到该驱请到飞气物 经通知云林县环保局经济部第四核专局等单位派员会堪 发现现场遭非法请到动物性飞渣达400余公顿 总面积达1600余平方公尺 嫌疑违反飞气物请离法相关规定 当日在巡线居提令林璋两名共犯 现场查扣轻运的大货车以及饭血手机 及相关的契约书等证目 经查不法业者去运至该地请到东西飞渣 负责整地的林璋养钱每车次 可收取新台币4000的不好获利 出估获利达41万 令媒介人员以及轻院者获利更高达300万元 经在向上缩远追查执行第二波第三波查器 将上游不法清运业者陈嫌 以及媒介土地提供土地堆制的沾嫌 及动物性飞渣来源台中市屠宰业者 女性等事人全数查记答案 全案一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移送台湾云林地检署证办 本局提醒民众从事事业废弃物的处理 不管是委托方还是处理方 均要遵循相关环保规定 切勿贪图迎头小利 心存侥幸 以免处罚得不偿失